大家早上好 清早一爬起来赶得住节目 因为这个事情不早早讲清楚的话 会有时效问题 大家会淡化这个节目的内容 那就是沙特的这一次游天的爆炸 中共是不是他的幕后黑手 讲这个话题 在讲这个话题之前 我要在这里声明一下 那就是昨天的节目中 我讲到北京人大的周教授 赫赫有名的周教授 把这个名字讲到了 我在这里是深深的不做检讨 也不道歉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节目出来以后 这个一万人看 两万人看 就有一两千人出来给我指证 我对这些网友的回答是 我说您缺乏一点幽默感 也缺乏一点隐私意识 事实上我在做节目的时候 是不大愿意直接把别人的名字讲出来的 这牵涉到很多的问题 有去牵涉到隐私的问题 几乎所有的名字 要不就是避开 要不就是故意讲错 这是为了保护这位教授 就是说万一有什么事情了 对吧 他讲的不是我 我不是这个名字 但是我昨天的节目里面 为什么会把那位年轻人的 这个自媒体的名字讲出来呢 就是由于大家不要搞混了 是这位自媒体的 这位年轻人采访的这位周教授 而这位自媒体的年轻人呢 我真的是觉得应该挺一挺 有好几位像他这样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的 这个自媒体 我觉得是要推一推 当然他也不需要我推了 其实我在节目中 比如说这个香港警察 陈家居 我都不愿意讲他的名字 当然不愿意讲他的名字 有其他的这个私人的原因也在里面 所以这一点 我向大家解释一下 我是有意思的把周教授的名字 倒过来说 其中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这位教授的隐私 也许对于周教授来说 他无所谓 但作为我来说 以后出来什么事情 不是从我这里来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而已 向大家解释一下 下面开始讲我们这个正题 我们知道 最近沙特的油田被炸 导致了这个全球的油价迅速上涨 川普总统宣布 要动用美国在紧急状态 才用的那些石油 拿出来就稳定美国的油价 这么大一件事情 那么谁干了这件事情 他做这种事情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这个侯赛武装 就说是我们搞的 这很快 这个美国的国务卿 蓬佩奥就说你们吹牛 不是你们搞的 这个是伊朗搞的 那么能够对沙特造成如此打击的 有三个国家 在那附近 一个是土耳其 一个是以色列 一个是伊朗 这三个国家 这个美国现在已经是把这个章摘在伊朗身上 就说是伊朗干的 但是伊朗说我没有干 他不承认 其实我并没有非常关心这个事情 是由于昨天我看到了我们一位大V 这位大V的名字我也不愿意讲出来 因为他实在是太有名了 他的画质 他的声音 各个方面做的真的是 让我非常的嫉妒 就是他水平确实是很高 其实呢 最开始有人向我推荐他的时候 我是不以为然 而且我看他第一个视频的时候 我大概只看了几秒钟 为什么呢 就是说 我非常不习惯那种非常标准的普通话 我一听到标准的普通话 我就会想起中央电视台 所以呢 就是说一听到那种非常纯正的 那个标准的那个普通话 我想啊 这可能又是中央电视台之类的人物嘛 所以呢 我就不爱听 所以有相当一段时间 尽管有人不断的向我推他的这个视频 我是绝对不看啊 是偶尔看了一个什么视频忘了 哎 我就发现这个人真的是 这个学问渊博啊 这个思路清晰 而且逻辑非常严谨 那以后我就经常看到的节目 从他节目中就得到了很多的信息 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啊 说新的话 要做中文媒体的话啊 从各个方面来说 我确实是不如他们这些人 他们对中国问题的了解 对中国文化 历史 政治 尤其是这个官场的了解 那是远远胜处啊 我在这里做节目的优势是 我比较熟悉西方的文化 我比较了解美国的社会 这也就是我今天做这个视频的价值所在 因为我今天会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 来看这位大威提出来他的那个视角 他的那个观点吧 他认为中国是这一次事件的末后啊 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是啊 从物理上说啊 这次伊朗用的他的武器是来自于中国 或者是中国的技术 第二在这个中美贸易战打得入口入图的时候啊 这个为了为了转移美国的注意力 所以呢 挑起这个伊朗来做这么一件事情 同时中国又和伊朗签订了很大的有关石油方面的这个协议啊 从几个方面来讲啊 所以呢 他认为整个这个事件是中共导演的 是中共后面的幕后黑手啊 听完他的这个分析以后呢 我觉得我们不妨从其他的角度也来看看这个问题啊 呃 一方面有些问题的出现 它并不是仅仅是一方面的原因啊 中国也可能是一方面的原因 但是也有可能以另外一方面更加重要的原因啊 就像这位大威一样 我们也把话题啊 回到这个博尔顿被白宫炒了犹豫的问题啊 博尔顿是对伊朗的强硬派 为什么要对伊朗强硬 他代表的是哪一派的势力啊 这个按照我们这个大威一的说法是 现在川普他就是要集中精力 要把中共搞下去 中共是世界最邪恶的一个组织 或者是力量啊 就是说中共是主要矛盾 把中共这个主要矛盾解决了 其他的次要矛盾引刃而解啊 我们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啊 当然我非常理解他的立场 为什么呢 就是当一个人你处在某一个环境的立场的时候 你会把自己的立场这个把它放大 来看这个问题啊 就比如说是一个家庭 两小口子吵架 他们都会把他们两个吵架的这个矛盾 当成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矛盾啊 所以说这位大威作为一个中国人啊 作为他是中国文化里的人 他把中美贸易关系 中美的关系 看成是世界上第一大关系 这个不奇怪 但是我在美国生活 我了解到的是 在美国 中国的问题并不是第一大问题啊 我以前做过一个这个特朗普 要连任的18个问题中间 讲的其实特朗普的问题很多 交头难尔 而且在整个美国社会 美国人民之中 包括美国的政界 中国的问题 也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那么要真正了解 这个沙特这次被炸的原因 我把这个美国的这个社会啊 向大家介绍一下 也许大家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路 找到一些自己的答案 那就是美国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它有好几派政治势力啊 从国会里的民主党 跟这个共和党啊 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外 它还有一股势力 那就是美元势力啊 美联储 它是一个单独的势力 但是在这些所有的政治势力以外 美国还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 那个力量是什么呢 那个力量是犹太人的力量 犹太人只占美国的人口的 不大3% 好像是1.7%到2.5% 这么少的人口 好像也就是600万吧 犹太人 它却基本上控制了整个美国的政治和经济 就有那么厉害啊 就叫好莱坞 好莱坞完完全全是被犹太人控制 只要你敢讲犹太人的坏话啊 不管你是多大的明星 包括Mel Gibson啊 那个叫做Brave Heart啊 勇敢的心的 这么好的演员 你在好莱坞 你跟犹太人对着干啊 讲坏话 以后就没你的戏了 你就滚蛋啊 就有这么厉害啊 那么在美国的国会里面啊 就参议院正义院 有多少犹太人呢 我们按照2015年2016年的统计啊 有89个人是双层国籍 政府里面有89个人是双层国籍 也就是说他们是美国国籍 同时是以色列的国籍 等于是外国人在这个当政啊 89个相当于多少呢 超过美国国会的一半了 你想想看 在美国的政府里面 国会里面一半以上是犹太人 是外国人啊 就好像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一样啊 等于是一些外国人 拿着外国籍的 跑到中国人民大会堂啊 去代表人民啊 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说美国的政治 很大一部分是操控在犹太人的手里 那么犹太人的国家在哪里呢 是以色列 也就是因此啊 有些人把美国形容成是 这个以色列的一条狗啊 当然这时候可能是 这个过分了一点 但是 美国是以色列的冤大头 这一点是一点都不错啊 每年 美国要给以色列多少钱呢 每年啊 美国要给以色列三百多亿个美金啊 三百多亿美金 是给他啊 不是借啊 三百多亿美金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全美国人民啊 每个家庭都可以买一栋房子 而且全民可以医保啊 就这么多的钱 就白白的送给以色列啊 以前的各界总统一般的都是这么做的 而唯独这一次川普 他有一点不卖以色列的账 他说以色列是以色列的事情 关我们什么事呢 对不对啊 我们美国只为美国服务 所以川普总统的美国第一的这个政策啊 他并不仅仅是对中国 他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包括对以色列 所以呢 川普是尽量的要削弱 美国跟伊朗的矛盾 尽量不要把他搞到那里去 因为伊朗事实上是以色列的利益 就说 谁希望美国跟伊朗的关系紧张呢 以色列希望 以色列希望美国跟伊朗的关系紧张 越紧张 以色列的地位就会越高 因为以色列明确的说啊 美国你不用打 我们帮你打 如果说伊朗跟美国发生 直接的武装冲突的话 以色列说 我来帮你打 这也就是为什么 那个沙特说 你别来你别来 我们有能力保护我们自己 就怕你来啊 因为以色列是分分钟都想打到伊朗去 因为你们要学习一个叫做 大以色列计划 啊 Great Israel 啊 就是有一个大以色列计划 这个一定要学习 以色列是绝对不甘心啊 不满足于 仅仅拿了巴勒斯坦的这些土地 慢慢慢慢扩张 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去 仅不是 他的整个握着 伊拉克伊朗 一直要走到哪里呢 一直要走到巴西斯坦啊 这个整个要变成他的势力范围 整个争动 他要拿 他要变成是以色列的势力范围 所以他必须得到美国的支持 也就是说要美国成为他的后盾 是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呢 在川普在跟中国啊 打贸易仗的时候 他把这个以色列的问题 把以色列整个这一片呢 慢慢就把它淡化了 这一点使得美国国会的这些犹太人议员啊 他们会怎么想 他们是不是要在中东调起一些事情呢 让美国的注意力转到中东去呢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波罗顿仿佛强调 要对伊朗这个强硬的时候 川普干脆把你炒了 而就才川普把波罗顿炒了以后 这个事情出来了 就要把你川普 就要把你美国的国会 就要把你美国的政治 吸引到那个 吸引到地球的那一片去 那么回头来讲 假如中共是这一次事件的后台的话 幕后黑手的话 那么对中共是不是真的有好处 能不能达到中共的目的呢 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是有些牵强 首先啊 中美的关系最近不是恶化 其实是在缓和 是在向好的方面的发展 因为中国的洋务派 目前来说好像是占了一些上风 所以中国跟美国的谈话正开始 而且这一次买了十船 十大船的大豆 以及一万吨的猪肉 已经就是买了这么多东西了 就是在缓和 中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做这么一件事情呢 这一点不能解释 另外中国是一个石油进口大国 事实上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那么油价上涨 对中国并没有利 中国现在外汇非常的紧张 不叫这么飙升的话 对中国的经济肯定是不利的 他为什么要拿着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这是另外一方面 第三方面就是说 美国这样做的话会分散注意力 会对中国的这个攻势紧低 但是我们要注意啊 现在不是打热仗 现在中美之间不是在打热仗 并不是说美国要开辟另外一个战场的话 就把兵力往内面掉 会削弱对中国的兵力 并不是的 贸易上并不需要兵力 并不需要精力 只要把税加上去就可以了 你要搞我 我在家里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三百 他可以不断地加 他不需要太多的精力 不需要太多的什么兵力 他没有这一说 再说中美关系 中美贸易的事情 是绕不过去的弯 这个是你没办法绕过去的 哪怕是其他的战争也好 哪怕是其他的什么也好 这个问题总是要解决的 你绕不过去的 时间拉得越长 只会对中国越不利 为什么 不断地外置往外测 那些供应链的 不断地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的 它的这个完成 这个形成这个气候以后 中国的经济很难回忽 所以时间越长 事实上是对中国会越不利 所以在目前来看 我看不出 中国有完全导演这场戏的 这个必要 当然不排除 中国推点板车 撕点小花招 甚至提供一些方便 提供技术 这些都有可能的 希望他们那样做 支持他们那样做 但是我认为 把中共分析成 这一台戏剧的 总的这个编剧 跟导演的话 与事实是否接近 我提出这么一个问题 所以在我看 作为一个在美国 生活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却深深 抓入在美国人民之中的 这样一个中国人的话 我相信我对美国的社会 对美国的政治经济 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提出我今天 看问题的视角 那就是这一次的 沙特的这个事件 很有可能 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OK 谢谢大家 这是我们的小客栈 这个草地 这个草地 基本就死了 在这个拉斯维加 是非常干燥 你要养草的话 是非常非常贵的 这个奔茨老师就怪我 说我没有把它的草地养好 所以呢 我必须要把这个草啊 它全部除掉以后 要重新放种子 那么今天它 抓我来干什么呢 要我种两个玫瑰 OK 我们来拍摄这个 拍摄这个 OK 它说我们这个叫玫瑰 叫Rose House 所以我要把这个 哦 哦 好痛 你这么个蝙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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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汤 到了 我们的话 及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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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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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